长庚医院研究发现,每年冬天11月到2月出生的婴儿是较容易发生髋关节脱臼需要手术治疗的族群,发生率比夏天出生的婴儿高出两倍。 医师指出,主要是因为天气冷,家长或是长辈都会把婴儿的腿部包紧裹直,而出生到4个月是髋关节的快速发育期, 如果大腿被局限在伸直或靠拢的姿势,会妨碍发育,并导致婴儿髋关节脱臼。 建议包覆婴儿与背负婴儿时,要让婴儿的大腿摆在弯曲外展的姿势。 我们从健保资料库去调台湾的现况,那发现冬天出生的婴儿, 它的髋关节脱臼的手术发生率是夏天出生婴儿的两倍之多,那跟这个气温是息息相关。 而且不是说刚出生那个月的气温相关而已,出生的后面三个月的气温更是息息相关, 所以就代表说,在后天家长如何去照顾自己的婴儿, 它会很明显地去影响到一个疾病的发生率, 因此我们在此,我们要再生呼吁台湾所有的家长, 要注意,不管天气有多么冷,我们要想办法不要让把baby包得太紧, 妨碍他大腿的活动的这个范围,虽然这些都是小细节, 但全民都在重视这个小细节,自然我们的整体宫位表现就会进步。 我们包巾的话会让宝宝的脚呈现很自然伸展的M字腿, 让包巾从他的双腿中间穿过去,再把左右两边的包巾包起来, 所以会导致宝宝的脚可以自然伸展,就是让他的脚是在外面的这样子。 这种包巾的话,他如果直立式的话,他一样是屁股, 他就是屁股整个桌在他的这个,就是他的布里面, 然后腿一样是放在外面,然后你腿记得就是背好之后要去瞧他的腿, 要把它瞧成M字腿,就是腿要高于, 他膝盖的高度要高于他的屁股,让他呈现自然M字腿, 那有时候,因为这个甲宝宝他没有重量, 但是真宝宝如果真的重量下去的话, 有些妈妈会把他拉成脚是直的,那一样不行, 就是你要让他屁股是呈现自然下垂, 然后宽关节是自然外展的状态,这样才是最正确的背景。 医师指出会特别提醒家长,是因为婴儿宽关节脱臼, 早期没有症状,家长不容易察觉。 我们会这样子去提醒家长, 是因为这是一个早期没有症状的一个疾病, 孩子他也不会痛,脚也踢得相当的好, 所以过去如果没有早期发现的话, 都是在孩子刚开始学走路的时候, 才发现孩子怎么走路一搏一搏的, 然后看起来有长短腿,那时候才发现, 那时候才发现就有点慢, 因为几乎都需要开刀去治疗他, 所以我们现在全世界都希望把这个疾病在前三个月或前四个月把它全找出来, 然后早期用吊带去治疗他, 就可以避免掉后面的问题, 那除了这在医疗上面该注意的, 我觉得全台湾的家长们, 大家都注意这个事情, 把这个照顾baby的方式, 脚要让他弯曲打开来, 放在M字型的腿, 不要把它包太紧, 包太厚, 这个疾病我相信就会大幅度的下降。 医师也说明, 婴儿发生髋关节脱臼, 除了有臀胃产, 家族史, 养水过少及女婴有较高的离病可能之外, 也要加入冬季出生这个好发因子, 提醒家长们要注意照顾的方式。 此外, 也可以进一步借由髋关节超音波, 早期筛减发现。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